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英国,全世界媒体及人民对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离世的消息 都是用女皇世世来形容 只有香港人对这位已经无关事的君主会有皇上驾崩的悲动 这几天,英国领事馆门外围了几条街的吊燕长龙 还有几个戏子在呼天抢地,将一幕彭吊变成一种政治表态 本来,悼念英女皇没什么问题 无论是代表官方礼节性的鞠躬 或是个人出于内心对女皇的怀面都没问题 香港的问题出在 为什么这么多崇尚民主自由,讲人权平等的年轻人 会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地国家的女皇充满崇惊 反而对痛爱自己的国家痴之以鼻呢? 追求民主,为什么会景仰帝制下的君王呢? 英女皇一生不用做事,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 这不是正正是他们口中的不公义吗? 当大家怪责这些去英国领事馆排队献花的香港人戀籍时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种虚无的恋情会持续到今天? 想象一下,今天回归祖国25年后的香港 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可以是这样的 我去伊丽莎白医院探完病,走出尼敦道 走到尖沙咀梳士巴厘道 坐小轮穿越维多利亚港,走到中环的皇后像广场 从皇后大道中坐车到皇后大道东,到伊丽莎白体育馆看一场球赛 再经罗素街,皇隐书院,走进维多利亚公园 女皇的铜像依然缩然而坐,仿佛仍然在管理她的子民 还没完,我小时候因为家贫,有病都去大伦子夫人诊所排门诊 大过后想去外国深措,就申请爱丁堡工作奖学金 星期日行山,走得最多的是麦里浩敬 亲友离世,最后的告别式在歌连神国火葬牆 有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仿佛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恩典 尼敦爵士是香港第十三任的港督 梭士巴黎猴雀是英国二十世纪的三任首相 罗素是十九世纪时香港的父母师 爱丁堡公雀是英女皇丈夫菲利普亲王的贵族封号 麦里浩是香港英治时期任期最长的港督 还有在任时政府官员贪污成风的港督戴伦子 连他的夫人都可以在香港留名 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工程兵团的测量师哥连神 都能在小岛流芳百世 二十五年,英国人的恩典透过一个个名字 浸入人心,连未经历过殖民统治的新一代 都永至不忘 有人说,难道要将皇后大道中 改名成为建哲路,新华路? 其实皇后大道,维多利亚,哥连神 这些不都是中文? 好不好听,习不习惯,心态? 还记不记得维多里基留所 现在改了名为大馆,有型又有历史感 过去,我们中国人气量大,觉得无所谓 就由那些殖民的名字流传下去 现在看来是错的 在去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所谓 当英女皇已经忘记了你 但偏偏要将她细细代代的命记住 原来是我们自己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铛呀!多谢大家!